哈囉我是蝦米 那天梯結算也快到了 剩下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那目前我是打到一個 1900左右的位置 那想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這一套帶鳳凰電龍的 石頭人的一些 上分的心得 那這套石頭人我也是用蠻久的 所以熟練度算是蠻高的 好那首先 首先先來看第一場這個是打一個 三槍卡組那這邊我想要示範的 其實是主要是什麼 情況下適合直接賣血 去打一波石頭人 好對面直接沈底三槍 那這邊我選擇的是直接石頭人 對雙槍路 然後用石頭人去扛雙槍 那這樣子你可以視為我直接 賺了九費那這邊他要出將 攻城錘這邊我右路是完全不管 因為我要直接推他三級的 那你可以視為我直接賺了十三費 那在賺了十三費的情況下 他是沒有辦法去防救我 基本上無論我就算沒有三星 他的主塔也會被打到 殘掉也是 跟不行也沒兩樣 可以我們加速來看一下 這邊其實基本上就是要一路把他 換到敵龍灌他是不是 就是一路把他追到敵龍 好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 所謂的什麼時候應該要適當的賣血 像剛剛那個攻城錘如果我在防守的話 那我的這一波石頭人就變得 沒有辦法給他那麼大的壓力 那 就算可以把他一星 那剩下我們也要再就是拼兩邊 因為我們都各破一塔 那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嚴峻 那乾脆我就直接把一塔完整的賣掉 好那第二場我秀是因為這個對手 他算是一個蠻強的對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打墓園 石頭人怎麼打墓園 所以我們要補黑王或者是補滾桶 都會變得相對容易 好那我們代表觀眾應該要花的一波矛盾 那這邊我們是盡可能防守 那補這個炫風不交滾桶是因為 那個龍寶的血量還剩一些 然後我想要加速解掉龍寶 所以我才補他的炫風 好那這邊因為我們其實沒有賺到神 所以我們選擇不先拍石頭人 那碰到墓園的 墓園的話基本上是我 絕對不會在加倍前拍石頭人的 一個派主 因為墓園的防守能力太強了 所以我們才會拍這個石頭人 那這邊因為我們 基本上是又賺了個手冠 所以我們才會拍這個石頭人 那現在我們就大概有個 六七倍的費用差了 打這波石頭人的話 他的防守能力再強 我們還是會摸到一點血 那畢竟是那個墓碑的拉承力 再拍 那這邊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的後排跟一跟 那這邊我們再把他的兵法 全部來處理一下 那這波是沒有辦法負他塔人 但是我們就有時間點 畢竟他還有防守這波 所以我們就有時間點 再下一個水關 那這邊我選擇是再拍一個石頭人 因為我覺得在下水關的話 這波會變得我右塔的防守壓力會太大 所以我選擇同路 在我寫少路壓一個石頭人 那這邊我們直接頂住橋頭 那頂住橋頭之後 墓園的攻勢就變得 比較沒有那麼強 那我們可以最後再補個 有同意識字一下就好 那個魂桃墓圖其實很慘 因為我們左塔的顯示算多了 那這邊我們趕快把他的兵法送過來 然後把他後盤給加上去 然後就行 好那再來的對手就都會是 就是 欸天梯的對手 好 好因為黑王會衝太快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選擇過個電龍 不然黑王可能會跟瓦基卡在橋頭 那對我來衝太快就好 那這邊正常對牌有加速再過 好那這一波我本來是想要 就是 讓超級跳到 讓兩牌一起打 結果下的位置 下的時間也有點太早 那導致說 就是 沒有拉好 那這一波我們電龍 就是可以把所有兵法都鎖下一點 他那個地獄也一起鎖下來 好那這一波就是我們蓋水罐的好時機 那但是我沒料到的是 他其實是有 帶礦工的 那所以我是沒有滿費下水罐 那導致於說 他的礦工就是直接挖到我的水罐 那這一波就是 有點失策 因為看他那個帶牌 不太像是 正規的帶礦工的 超級卡組 好那這邊我左路打石頭 其實左右路是都可以 就是看選擇我了 那這邊我又想嘗試 就是一樣把他拉到中間讓他打 那結果可能是有點失誤 那這邊我們的超級內路是 不太能在防禦了 因為如果在防禦的話 然後我們的水罐是倒進去的 必須要加緊把塔關 所以算這個右塔 被他破了也 因為這波我們是必要關聯機 好那這邊他左右壓力下我們一個強 那再壓一個右路的小布 那順便爆一下這個蛋 那只要讓這個蛋復活 那再加上 恐怖小布的話 不要他這個像是很可關的 好那我知道這個血量是 沒有辦法拿下右塔的 所以我們必須在右路 他一個石頭人 那這邊就是稍微在打球戰跑 那順便讓 這邊我們需要一個右方幫忙 那這邊他地獄龍 我們趕快直接把他拉斷 那拉斷讓石頭人進卡之後 你就能把他放下我們 好那再來看到的一樣是墓園 那他帶的是 現在算是比較流行的 帶紅毛房的墓園 但是他做了一點改良 啊帶應該說帶頭毛手房子的墓園 好我們這一套比較沒有什麼手段去針對頭毛手 所以還是必須要適當賣血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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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個滾頭我們是一定不會再解他了 一定不會再解他了 那右路的頭毛手我們是全部賣掉 我們沒有多一個費用去弱解他的手段 好那我們稍微做一個極限點的操作 我們要把他的頭毛手的攻擊 然後我們電龍這時候會是殘血 好那這個殘血電龍其實是很關鍵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他的TOTA破裏去 那這時候不要再壓牌了 因為我們要準備再打 無論是我們要右路在城的石頭人 或者是我們要蓋血罐都是可以的 那這邊我選擇直接來進他的房子 那被他的瓦機扛住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他要準備打一個水罐 我們要思考一下要怎麼應對 那這邊我選擇稍微把瓦機往回拉 然後再用我們的鳳凰來解開 那這個滾桶就不要了 那我們準備再穿過石頭人 那這是在有破塔的情況下 沒破塔的情況下 可能那個滾桶還是要把他的瓦機 跟他的頭毛手一起滾掉 然後看能不能再把瓦機往後帶 那一樣在 他這套的話在沒有瓦機扛塔的情況下 莫緣的難度想拍遠鮮 那我們就是稍微守一下 那不要再進來 主要是利負責任的禁網路 好那這邊就這樣看完 好那來到的是最後一場打雷劇 那打雷劇的話我認為 最重要的點是你不能一味的過牌 不過石頭人等到加倍來打 因為雷劇在加倍前的壓力其實就會很大 如果你一味的過牌的話 你會發現你會越守越虧 那你反而最後也會沒有什麼費用去拍石頭人 所以我現在認為打雷劇比較好的打法是 你要用石頭人跟他雷劇同路 那這樣子的交換下你其實不會虧 那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你的電龍必須要下開 你能下在他 就是直接下在雷劇的正前方 這樣他走過來之後 電龍會吃到雷劇的板上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變得浪下來 好那我們騙掉他的大電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蓋我們的水罐 那這邊我們不防禦我們直接跟他打紅路 那我們是鑽廢的情況 那這就是我說的我們電龍下的位置 不能讓雷劇有款傷到 那這樣就是一個完美的電龍點位 那他為了要過這個家的話 所以他的大電是沒有辦法過出來的 那他一過不出來之後他現在 對他現在轉大電了 那我們大概也知道他們要轉大電 那如果他硬是不出大電 硬要做這些拉扯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換他 那如果他大電閃到水罩 我們就可以蓋我們的水罐 那這是看對面 到底想要怎麼出 那再阻定我們的東西 那因為他剛剛不及時的閃大電 那導致他這一波 他以為拉扯可以停掉 那結果其實解不掉 那他把他的水罐散掉之後 又是我們一波電龍的進攻節奏 那不論我們的電龍要拿來進攻或是防守 他都必須要再過四張牌才可以過出他的大電在手上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變得非常的強勢 我們甚至可以直接把我們的電龍說出來 因為他勢必是過不出牌的 那這邊我們是不求破塔 但是我們至少讓他這一波的攻勢是無效的 可以看到打完之後我們的水備其實是持平的 那我們一樣電龍出來這個點位 那逼他把我們的電龍拉過去之後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旋風拉扯 他拉斷 那這樣這一波就是做一個比較遠力的防守 那這是打雷巨人比較有效的方式 那首先就是你的電龍點位不能下載 跟他的雷巨是會被他電到的位置 那再來第二個是 當他把你的電龍旋過去之後 你再把他的雷巨拉斷 拉出他的反傷範圍 那第三點是直接跟他正面碰撞 用你的石頭人跟他的雷巨正面碰撞 這樣打我目前的經驗下來是不會虧的 通常還是會稍微小賺一點 好那以上是 在進入十屆競技場之後的石頭人的一些對局經驗 那如果對石頭人有什麼別的問題 有別的問題或是碰到別的對局 有想要詢問該怎麼打的都可以在底下提問 好我是夏明大家再見掰掰 掰掰 掰掰 ceks想說 比意要安排 我們很快 我們很快 你很快 謝謝